大家好 欢迎来到文昭谈古论金 今天是加东时间2024年2月16号星期五 假成年的正月初期 中国的新年假期已经到了尾声 很多地方开始出现了春运返程的高峰 那年假期间的各类消费数据也开始陆续出炉了 近年来中国有个特点 就是第一波数据经常是由 消费平台来发布还不是政府 从操作层面来讲倒有一定合理性 因为这些网上消费平台也是消费大数据的 第一手掌握的人 比如淘宝 天猫 美团协程等等 那么由他们来敲锣报喜 尺度就比较灵活 万一牛吹的大发了 被人质疑了 还可以说这就是企业的视角 这就是平台数据 行业数据 和那个全国的数据比起来 可能误差比较大 还比较好解释 比如在2月15号这天美团网就发布了 2024年春节吃喝玩乐消费洞察报告 那里面就说 今年春节假期期间消费火爆 规模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6% 和2019年比呢 更是大涨了155% 果然是恢复很强劲 接着美团给出了一组组分类数据 更具体的说明 今年的年价消费是如何的火爆 无独有偶 有很多旅游景区 也传出了业绩佳化 像很多景点是传出了人从众的现象 什么意思呢 就是人叠人的意思 放眼看去全是人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还有博物馆 一票难求 机票价格 水涨船高等等这些消息 当前官方是说 全国重要的文旅景点的游客 比起去年同期是增长了22.8% 新华网作出预言 今年中国新年的这波消费行情 会推动整个2024年旅游消费的复苏 你看果然整个社会是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 其实我回头查了一下 2023年的年价之后 美团网的数据也同样报喜 说春节假期实现了开门红 假期消费比上一年增长了76% 其实你再回头去查 2023年五一假期期间的报道 也是完全同样的腔调 也是消费复苏 一片蓬勃向上 然后你就会觉得很奇怪 好像一过节就复兴了 就显得人人都是款 人人都在到处买买买 怎么复苏了这么长时间 还是这个德行呢 而且 每一次长假宣传 都会推出那么几个 网红景点 网红城市 以流量来推动消费 比如 五一假期期间就推出了自博烧烤 刚刚过去的元旦假期 又推出了哈尔滨的冰雪之约 但是 与火爆的年价 同时存在的却是冰冷的物价 在2月8号这天所发布的 今年1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显示 是比去年同期下跌了 0.8% 比1月份的那个 负0.3%的跌幅 又同比扩大了 0.5个百分点 那这个数字特别冰冷 那是因为 要知道1月份 即跨有元旦消费的概念 它又是 中国新年之前大家准备年货的时候 官方的解释是去年春节在1月份 所以消费基数比较高 但是去年1月份也是刚刚解封的时候 人们担心重回风控 消费的信心其实当时是不足的 那最直观的数字就是 是猪肉 新鲜水果和新鲜蔬菜 价格的下跌幅度尤其大 特别是以 猪肉17.3%的跌幅 领跌全部股价 经济大省江苏的猪肉价格 其下跌幅度 甚至惊人的达到了18.7% 咱们前面所说的 旅游景点的人流 和消费平台发布的 业绩喜报 可以说是中国经济的水面风光 那这个猪肉价格呢 就说得上是深水炸弹了 它反映了经济深层的情况 猪肉这个东西 对于观察中国经济 特别有指标意义 所以在中国专门发展出了一门 猪肉经济学 那咱们今天 就来好好聊聊这个猪肉经济学 那下面呢 咱们还是 分成几个小标题来分析 首先 为什么猪肉对于中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这么重要呢 那是因为猪肉是中国人获得动物蛋白的一个主要来源 中国在世界猪肉的消费量当中 多年来稳居一半 中国人吃掉了世界上差不多一半的猪 牛羊肉 禽肉 鱼肉 水产品这类东西呢 确实近20年来在中国的消费量也有稳步增长 但是他们有可能取代猪肉吗 答案是不能的 原因 首先是自然条件 牛羊是需要放牧散养的 猪可以圈养 所以牛羊养殖呢 它就需要比较广阔的草场空间 这个在中国比较缺 而猪呢是可以 在养殖场里面集中化规模养殖的 所以在中国 人稠地少的农业省份 还有地形不太合适的省份 多山地多丘陵 它就不适合养牛羊 只适合养猪 中国现在的牧场 多居于东三省和内蒙 它身处内陆 纬度又比较高 缺少粤冬草场 还有近年来环境破坏 草场退化的问题 所以能够容纳的 牛羊数量就有限 牛羊肉的产量就有限 而且这个牛羊养殖在中国 还有一个现实问题 就是由于土地成本高 那么在内陆省份要取得 大片草场的使用权 它就是和那个地方权力的勾兑 是高度相关的 就把这个行业的资本门槛 关系门槛抬得比较高 它很容易被垄断 它就不适合 小农散户 所以中国历年的肉类产量当中 猪肉所占的比例 稳定都在六成以上 高的时候能够达到三分之二以上 2023年中国牛羊肉的进口量 是比头一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一点几 是创下了历史新高 但是由于牛羊肉价格偏高 它还是没有办法取代猪肉的地位 那另外一个问题是 鸡也可以采取那种养殖场 密集养殖的模式 它能取代猪肉吗 确实在世界范围内 鸡肉是最有实力取代猪肉的 美国从1970年代起 鸡肉的消费量就稳居肉类消费的第一名了 日本是在2012年以后 也是鸡肉成了最大的肉类消费 但是在中国呀 它要取代猪肉 还是很困难的 原因呢 主要在于成本结构 中国又有一个专门的词儿叫 猪粮比 这都属于中国特色的经济词汇 意思就是说这个饲料的成本投入 和产出的肉价值的对比 猪粮比 那当然是饲料越便宜越好 产肉越多越好 这样农民的利润才高嘛 而中国呢 就是饲料价格一直偏高 而猪的饲料呢 它没那么讲究 它比较便于就地取材 你像菜市场丢弃的烂菜叶子 甚至一部分生活垃圾 都可以转化为饲料 所以猪们呢 就对养殖户比较友好 而秦类呢 就需要专门的饲料喂养 相比起来呢 它这个饲料和肉类产出比 就不那么合适 而且呢规模化养殖秦类 对于温度防疫这些方面的要求也比较高 技术门槛相对高一些 对于中国农民散户来讲呢 就挑战多一些 当然农家随便养几只走地鸡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中国不太容易形成像美国那样发达的 家禽养殖业 也就导致猪肉 一直没有办法被鸡肉所取代 其实这个猪肉是否可替代啊 同样重要的是一个文化 消费习惯的问题 因为中餐当中的很多菜品 它就是以猪肉为原料的 像东坡肘子 回锅肉 红烧肉 熏腊肉 你说回锅肉这事儿它不好用牛肉做 对吧 如果哪一天 中国人的主食也改成汉堡了 那也许这个猪肉消费所占的比重会下来 正因为猪肉对中国社会如此重要 所以统计部门在计算CPI的时候 在采样的时候 才把猪肉 历来作为非常关键的一项 在比较高的年份 这个猪肉是占到了CPI权重的10%左右 据说近年来是降到了2%出头 哪怕只有2%其实也是很高的 它也只是单类商品嘛 也意味着它在中国人日常消费当中占的比重 超过了1% 中国在计算消费者物价指数的时候 选取的商品是262类 600多个品种 就猪肉一项 占到比重超过1% 那你说再少 它也不少了 其实猪肉在CPI当中所占的比重 统计部门也是不断调整的 当猪肉价格涨得太厉害的年份 为了不让这个猪肉领跑物价看起来太明显 会调低猪肉所占的比重 那么在物价下跌的年份 也会做相应的调整 其实也算是难为了 这个统计部门的同志们 这项工作也很不好做 但是不管怎么调 猪肉在中国消费品当中 这个体系当中 重要性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猪肉价格下跌说明了什么呢 它就是物价整体走低的信号嘛 持续下跌 那就是通货紧缩的信号 持续上涨 那就是通过膨胀的信号 那有没有可能猪肉的价格脱离 整体物价自己在那蹦的呢 非常遗憾 在中国不太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按照中国财经媒体自己的说法 这一波猪肉价格的下跌 是长周期 从2022年就开始了 2023年1月份 同样是在中国新年期间 猪肉价格在那个月呢 是月中先涨后跌 明显是受到过年前消费需求的拉动 月末呢 又小幅上涨 然后再大跌 整个月份是走跌的 所以你看 2022年到2023年初 猪肉价格的变动 其实就是2023年一整年 消费趋势的预演 解封之后呢 先是有一段时间 这个过去积累消费需求的失望 造成了这个消费的上涨 高峰在4月份 然后呢就出现了回落 全年 大幅走跌 猪肉价格就预演了这一出 而今年的特点又不一样 是在过年之前 猪肉就在领导物价深跌了 那对比2023年全年的消费运势 应该就是更差了才对 所以这是猪肉这个深水炸弹 所释放的冲击波信号 我们应该领会到的 当然每一种商品呢 它的价格波动 都有自己特殊的原因 比如 是不是 是单纯因为猪肉它自己的供需关系 造成的价格波动呢 那我查了一下近20年来 中国猪肉产量最高峰的年份是2014年 是5800多万吨 最低股呢 是在2020年 只有4100多万吨 那是因为2020年全球都陷入疫情的lockdown 都在封锁 所以百业萧条 2023年中国的猪肉产量是接近5800万吨 并没有达到历史的高点 但是2023年全年平均猪肉价格下跌了 差不多20% 让人跌破眼镜 那明显就不是供给这边出了大问题 2023年猪肉产量是比头两年有所增加 但是只是百分比个位数的增加 可是价格却跌了百分比的两位数 那就只能是需求这边出了问题 大家都在无紧钱包 连吃肉这个事上都节省了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 除了消费紧缩之外 就是人口有异乎寻常的减少 导致消费需求减少 那这方面呢 我是没有办法论证的 就暂时存而不论 因为猪肉的重要性 在中国经济当中呢 又有一个专门的词 叫做猪周期 就相应于那个经济周期的波动 这都是中国专有的名词 这个猪周期它的表现呢 就是一开始高肉价 然后就会母猪的存栏量大增 养猪户们就会增持母猪 母猪一胎生小猪仔大约是在15头左右 所以增持母猪对于扩大产量 效果是非常直接的 于是呢生猪的供应量就增加 导致肉价下跌 这个时候养猪户们就会大量去淘汰母猪 接下来又是生猪供应量减少 然后猪肉价格又涨上去 就是这么循环 一个猪周期呢大约是在两至三年 那么现在是不是处于 猪周期的末期循环呢 陷入到猪肉的细节里面讨论呢 确实不是我这个节目能做到的 咱们只能够从基础数据来看 2022年至2023年 中国猪肉的产量 只从5500万吨上升到了5700多万吨 而平均价格却下跌了两成 你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正常的周期 你对比一下你身边人的收入 看看大家日子是过得越来越宽松了 还是过得越来越紧了 你就会对这个猪肉价格 产生一个正确的认识了 你就会感到淋淋的寒意了 那么请问猪肉价格持续下跌的后果是什么呢 首先当然是养殖户们受到冲击 特别是散户们 他们本小力薄 承受波动的能力弱 那猪肉价格长期涨不回去 对他们来讲也就是处境非常艰难了 正常的价格波动周期里面 猪肉价格下跌了 它总会淘汰掉一部分养殖户 资金链比较紧的 它干不下去了 只好赶紧处理掉 它存栏的生猪就退出 那会导致猪肉供给减少 肉价又会慢慢涨回来 又会有新的人加入 开始新的周期就对冲掉上一个周期的损失 可现在的情况是进入了通缩时代 特点是物价和收入齐降 这两者在波动当中是彼此看齐的 也就是人们的收入涨不回去 那消费涨不回去 那么猪肉的价格也长时间涨不回去 那么就会造成过去本来能够扛得住的一些养殖户 现在也扛不住了 那养殖散户们就纷纷破产 那这个问题有多严重呢 那你就得看在中国的养猪行业 有多少劳动力涉足其中 中国的养猪散户 就是以自然家庭为单位养猪的 在2000年代初的时候多达1亿户 这个从业者有几亿人之多 2008年散户是下降到了 只有8000万户 我查到的数字2022年 散户是2600多万户 你看2600多万户似乎不多 但是它涉及到的从业人口也有小一亿 他们是这一个行业当中最先受到冲击的人群 那在他们之上呢 是养殖规模在几百头以上的这个规模养殖户 他们也会受到冲击 但是他们财大气粗一些 可是也要裁员减薪缩小规模 所以整个养猪产业受到的冲击人口 规模在数亿之多 说起来呢是非常惊人 但是呢 在中国这个话题很少受到人们的重视 人们吃猪肉的同时很少去谈论猪 当大家说猪头的时候 一般指的是中南海里面的那一头 而我这里说的真的是 成千万上亿头的猪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 养猪业爆雷 那真的是中国经济的深水炸弹 不仅是深水炸弹 很有可能是核子水雷 它能够掀起一波海啸 但这个爆雷 它发生在广大的农村 它不一定有烂尾楼 苦主们上街游行 那样的震撼力 它更多是以间接的方式 释放影响力的 那这个冲击波之一 就是 这个产业涉及到上亿人口 它萎缩以后剩余的劳动力 请问往哪去了 因为他们是农业失业人口 所以通常的流动路径就是去城市 那么结果就是 会拉低城市蓝领 和 低阶体力劳动的 平均工资 拉低平均工资 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 就相当于你严重失血之后 还会经历长时间的营养不良 那这个人就废了 它不仅会加速中国社会的反贫 同时还会拉大 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 这是最具有破坏性的一种后果 孔子说不换寡而换不均 如果既寡且不均 那就是灾难性的 那这个社会矛盾就会非常尖锐 而现在中国正奔向这个方向 中国的地区差异很大 同一个问题在不同地区的表现不一样 所以我相信 农村失业人口涌向城市 拉低平均工资这个后果 表现出来也会很复杂 我们以后可以 就相应的新闻 专门开一篇来聊 另外一个后果就是在通缩阶段 虽然猪肉价格下跌了 但是人们的收入下跌幅度更大 所以实际上猪肉对大多数人来讲 还是相对的变贵了 这个阶段就会不可避免的出现 恩戈尔系数上升的情况 你看我们讲经济就是麻烦 老是蹦词 但它又是必要的 恩戈尔系数的意思就是指 食品吃这个事情上的开支 占你家庭开支的比例 如果恩戈尔系数是30% 那也就意味着你挣了1000块钱 300块钱是花在了吃这个事情上 恩戈尔系数越高 说明这个社会的富裕程度越差 因为解决了吃饱问题以后 你就剩不下几个钱去干别的了 中国城市的恩戈尔系数 在2019年是28.2% 2020年是30.2% 2022年上升到了30.5% 你看最近几年是逐步走高的 就说明中国人是日子越过越紧巴 2023年 据说是回落到了29.8% 那这个29.8%它意味着什么呢 咱们对比一下 中国2017年城市居民的恩戈尔系数 是29.3% 当然这些都是官方数字 具体数字准不准 咱们这不去说它 我们重点是看它的变化趋势 当恩戈尔系数降到30%以内的时候 就达到了国际上一般所说的富足线 所以当2017年恩戈尔系数降到29.3%的时候 国内的媒体是非常热闹的爆了一阵 就说明你看我们中国人终于脱贫了 走向富裕了 如果再等到习总宣布的那个 农村脱贫攻坚计划完成以后 中国就可以跨入 真正共同富裕的新时代了 结果你看好吗 2023年恩戈尔系数 又涨回到了2017年的水平 相当于这5年啥也没干成 而习总在2024年 年初的春节团拜会上还宣布了 风景这边独好 你这边恩戈尔系数越来越高 有这么独好的吗 如果再这么独好下去 再过几年 这个新春团拜会的献词就应该是 我们终于让群众过上了 吃米饭喝肉汤的美好生活 就全线向金桑胖看齐了 这个恩戈尔系数越高 表明吃饭在你收入当中占的比例越高 那当然其他消费就被挤压了 结果就是百页萧条 猪肉价格是不是越低越好呢 大家想一想 1980年代猪肉的价格是多少 是几毛钱一斤 低不低啊 便不便宜啊 很便宜吧 可是那个时代人们的工资也很低 月收入能够超过100元人民币的都没几个 那我这两天看见很多人 在社交媒体上发一个感慨 说 哎呀 不知不觉一回首 1984已经过去40年了呀 这个1984是乔治奥威尔的成名小说 是虚构了一个极权统治的英国社会 小说1984是1949年出版的 对乔治奥威尔来说呢 是对未来的想象 但是对我们今天来说呢 就是回顾历史了 所以感慨的说 一不小心 1984已经过了40年 这人的意思呢就是说 看今天中国的现实 再回去查一下 1984已经完全实现了小说里的预言 我今天回来打个卡吧 那咱们今天换个思路啊 来说说2024和1984的距离 1984年那一年 中国的人均肉类消费量是12公斤出头 其中呢绝大部分都是猪肉 那么2022年 中国的人均猪肉消费量呢 是26公斤出头 其实你看 比起1984年也就多了一倍多一些 如果你今年2024年减少买一半的猪肉 你就回到1984了 不是梦回也不是穿越 而是脚踏实地的肉身回归 那你看距离是不是够近呢 是不是联系够直接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猪肉经济学 那么好 今天这个话题呢 咱们就聊到这儿 谢谢大家 现在正值咱们会员网站 文昭.ca 新春优惠订阅期间 欢迎大家在优惠期 踊跃订阅 在文昭谈谷论金这个YouTube频道呢 咱们就是下个星期一再见了 祝大家周末愉快 谢谢大家